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卢大肠好吃又简单的美食,学会这样做,在家你就是大厨,简单易学,做好后鲜香味浓,吃一口满嘴留香,绝对一点意味儿都没有,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接下来锅中倒入食用油少许,放入适量的白糖,搅拌均匀,把白糖熬至融化,把白糖熬至变成枣红色,再往里面倒入半碗热水,大家看一下颜色漂亮吗,非常的红亮,这样就比较成功了。 接下来把大肠焯好水放进来,然后把准备好的五香料放进来,一共适量,再来调味儿,放入一勺生抽,蚝油适量,适量的胡椒粉,鸡精味精一样放一点,放入几块冰糖提鲜,最后再放入适量的盐,所有的材料都放起,烧开改为小火,然后把盖子盖上慢炉一个小时。 接下来准备点配菜,几根蒜苔把它切成段,切好装盘备用,再切入一个红椒,一个青椒,改刀把它切成菱形块,切好装盘备用,再切点小料,葱切成段,姜切成片,再切两个辣椒,把它切成段,切好放入碗中备用。 时间到了关火,打开看一下,哇,满厨房飘香啊,卤好的大肠颜色还不错,非常的漂亮。 用手轻轻的一掐就烂了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不需要把它卤得太烂,像这样的大肠吃着脆爽口弹,现在把它取出来,放在一个黑色的盘中,卤好的大肠用来爆炒或者是直接吃,都非常的美味哦。 趁热,把大肠切成一段一段的。 切好装盘备用,接下来拎起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,把小料倒进来,炒出香味,炒香之后把蒜片倒进来,青椒红椒倒进来,加三条鸡辣,再来调味,生抽适量,蚝油适量,鸡精适量,超半斤匀,好至断生。 最后把卤好的大肠倒进来,再次翻炒均匀,爆炒一下。 出锅之前再放入小莫香油少许,增加这道菜的口感,再次炒拌均匀。 卤好的大肠,经过再次爆炒,味道爽爆了,来位移成,关火。 大肠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,有菜有肉,营养非常的丰富,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,自己做的干净卫生,经济有实惠。 搭上桌就可以和家人美美的享用了,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,哇,大肠吃起来鲜香入味,尽到口谈,好吃无异味。 肉香味十足,吃一口我都停不下来了。 再来二两小酒,真的是美味极了,喜欢的就赶紧收藏起来吧。 过年的时候露一手,搭上桌就是一道大英菜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大家看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